哈尼德和哈尼来到干妈家 干妈早已换好衣服等待着孩子们 干妈今天也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孩子们还和干妈说我爸爸还是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 你过去再劝说一下爸爸吧 干妈说我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你爸爸怎么又变卦了呢 干妈说过你爸爸没有结婚的婚房 来干妈家就行 我昨天就找过你们大伯了 你大伯也赞同的 并且还要资助你们一只羊 既然你爸爸不同意 干妈再过去看看你爸爸是什么意思 哈米德和干妈说我也不知道爸爸睡了一觉就不同意了 哈桑叔叔以前也说过我们有困难 哈桑叔叔肯定会来帮助我们 干妈说估计你爸爸还是嫌弃没钱 不过我和你大伯肯定会帮助你们的 咱们现在就去找你爸爸 于是干妈锁住房门一起和孩子们回家 一路上干妈和孩子们还是非常的忐忑 万一哈扎德不去怎么办 很快孩子和干妈就来到泥巴小屋 小哈桑已经睡着了 干妈立马把小哈桑抱起来 干妈和哈扎德说你怎么又不想去了 哈扎德和干妈说我是担心孩子们 万一肯尼的家人不同意 肯尼的弟弟肯定是回来闹事的 我已经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 我现在只想和孩子好好的生活 现在房子也马上就快修建好了 等房子修建好我就能打工挣钱 我一定能把三个孩子照看好的 现在第二任妻子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万一肯尼的弟弟再来闹事 受伤的永远是孩子们 我也是为了孩子们好 干妈说我们今天也是过去打探一下 现在还不知道肯尼愿不愿意了 如果肯尼的家人不愿意 我们回来就行 等你把房子修建好 你去打工就行 我来照看三个孩子 万一肯尼的家人愿意 我们在商量结婚的事情 至于你们的婚房和彩礼前 我和大伯会帮助你们的 你也不要太游心忡忡了 还是我们先去看一下再说 无奈的哈扎德只好和孩子一起去肯尼家 干妈帮着锁好铁门 哈米德一家便踏上去肯尼家的历程 这也是孩子们第三次去找肯尼 这次有干妈带路还是挺顺利的 很快就来到肯尼家 肯尼见到孩子们来了 激动的立马上去和两个孩子拥抱在一起 并亲吻了小哈桑一下 肯尼礼貌地让孩子们一家先进家 只是来的时候哈扎德也没有带什么礼物 肯尼和母亲一起过来接待孩子们 现在肯尼的弟弟还没有回来 在肯尼烧水的时候 哈扎德向肯尼的妈妈问候了一下最近的情况 那么肯尼的弟弟会同意这门婚时吗